大家好 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篇 求生指南第十一頁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買了這本書 原本是想要在搭地鐵的時候一邊打發時間 但現在這件事情已經一點都不好笑了 我在百老會拉法夜街站下車 那時大概是上午十點 我打算走路前往實驗室 實驗室位於一棟看起來並不起眼的建築中 你壓根都不會認為那裡面有座生化科技實驗室 那上面甚至沒有SBGX的門牌呢 就在我離實驗室 躲在建築很近的時候 有兩輛車在建築物前面 因為緊急剎車而發出尖銳的聲音 那時比爾和其他兩人從建築裡跑了出來 我嚇壞了 所以沒有辦法交住比爾 從車裡走 走出來的人 手裡拿著槍 接著有更多人從建築物裡 走了出來 手裡也拿著槍 雙方發生了槍戰 我躲在一輛中的食物的貨車後面 但是我留在那裡看著 只因為比爾就在那裡 我印象中這一段在我找尋人任務的時候 還是Echo的時候 其實是有看到 在這個公司 應該是尋人 因為我有到公司裡面 然後連續開了好幾個Echo 指南書 毀滅 滅絕等級事件 就如同字面上所說的 而我們也不打算在這本書中多加描述 因為 如果你遇到那樣的事情 你也沒有機會活著看到了 我們很關心災難緊急應變署說的 重大災難到底指的是什麼 是否是一個已經蔓延已久 並包含複合性影響的事件 有些歐中國家使用高複合性緊急狀況 這樣的用語 有不少人 會拿 的薪水來思考各種可能性 我也是其中一個 他們也會根據下面的影響列表 來將災難的測試描繪出來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誰 是誰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我就快找到你了 沃倫 指南書 大多數或全體社區建築都受到影響 包括緊急應變設施 當地應變機構都遇遭破壞 或因缺乏人力或設施 因而無法採取應變措施 已經無法輸送協助前往該區域 因外所有鄰近區域皆受到影響 每日的社區功能已遭中斷 破壞當地以及區域基礎建設 因外則需要由國家機關來負責 如果國家機關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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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的話 艾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每次都這樣 指南書 換句話來說 我們現在孤立無援 現在不會有任何支援 可能要等上很久 現在需要靠你自己了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默契 你有任何相關消息嗎 我會找出來的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事情來得很快 我在第一輛經過的車子裡 看到兩個男子坐在後座 其中一個人滿身是寫 另一個坐在車子裡面 但卻和我四目相交 那個人和比爾一起離開那棟建築物 而我循著路回去 也看到比爾了 只是那時他人已死了 他那時躺在腳踏車架旁邊 空口有兩個山口 山口間距大概是6英寸 我開始代曉他的名字 試圖向附近的警察求員 人行道上的那輛車有幾個彈孔 車上的屍體還坐在座位上 但一半還在車內 另一半則伸出車外 逃出建築物的那些人 把他的屍體棄置在人行道上 其中一個人把比爾的屍體拖上車 另一個人則拿槍指著我 他們穿著黑色連身工作服 應該是那種衣服吧 就是軍事風格的那種衣服 而車子裡面的那些人則是穿著西裝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用黑筆指向四目相交那個人 便在其下方畫出底線 是博士 指南書 我們拿義大利的龐貝城來舉例好了 整座龐貝城和城內的居民 在西元79年為蘇威火山爆發時已被摧毀殆盡 但如果你往後幾百年看看 人們已經在火山留下的泥巴和灰燼上 重建聚落了 而在龐貝城移基出土時 旗上已經有一座壞男一星的城市了 另一個反例是 過去曾居住在美國西南部四角落的阿納薩基人 他們並不是因為地震或戰爭而消失 他們的文明是因為長期的乾旱和人口壓力而衰亡 而古馬雅文化消失的原因 也可能和此有關 這類例子在歷史上可以說是必必皆是 而瞬間的衝擊不會毀滅高度發展的城市 長期的分裂才會 因為制度會讓高度發展的文化繼續運作 像是交易、農業、政府 有了這些進權的制度 就能對應這樣的單一事件 但如果一個長期事件對這些制度系統施加了長期的壓力 加上這些制度彼此連接而且獨立 以後起來的壓力終將壓垮這個系統 阿波會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政府 壓力實在太大了 總統都已經死了喔 或者只是謠言而已 很難說 還有長期的區域性災害可能會導致 本已陷入水深火熱的地區 變得更加難以接受援助 一場预風會襲擊確切的區域 可能過幾天就結束了 災難爆炸會摧毀一個圓形的區域 但這些都還能接受外部資源的協助 但像承諾比和福島 維德方山或是復活檢島 這些就埃莫能住了 另一個關於這類型災難事件的問題在於 當你意識到那是一件災難時 事情已經發生了 例如天災人禍或者是因為某些原因 導致無法取用資源的情況下 是無法儲備資源的 你得在急轉直下的狀況中準備好 或者利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應對 如果你知道將要有颶風來襲 你可以在家中窗戶盯上木本 來減輕傷害 但如果 艾波用舉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維德方山或復活捷島 或是我們 災難緊急應變數昨天就撤走了 聯合作戰部隊還在和武裝幫派戰鬥 然後還有其他的武裝組織 但這些都幫不上什麼忙 因為大家都生病了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我也生病了 醫生沒有辦法幫我 誰都幫不了我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我會那樣跟警察講的 之前發生一些事情 但不是搶劫 而比較像軍事行動 比爾,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為什麼會讓人想要清理門戶? 指南說 你在初次接收到警告之後 準備好在 四間處 輻射污染物嗎? 提示 你需要更多水電交代 為何對應某種發展緩慢 但是你卻不知道 最後會釀成永久危害的災難時 你會及早做什麼準備 而不是維持現狀呢? 艾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水電交代 喔,這真是奇蹟 我是說真的 水電交代簡直是生氣 為什麼是生氣啊? 指南書 本指南書可以提供你 關於這類問題的解答 沒有哪一個文明可以 永遠存續 但你可能會想像 某個文明的終結 是造因自某場大規 大範圍的災難 以及某些宗教狂樂者 那是不對的 世界上沒有哪個已經消失的文明 會意識到自己的文明 正在一步步走向滅亡 在來不及拯救我們自己之前 我們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 我們可以更加留意崩潰的前兆 去政府部門 電話公司 瓦斯公司 你的保險專員 或你可以買漂亮靴子之處 的聯絡資訊 這種病毒、髒蛋 或者某種可能的災害環境之下 這些所謂穩定的資源和機構 將不復存在 我們再問自己一個問題一次 如果你知道自己國立無遠 你會怎麼做 繼續閱讀 然後找出你的作法 按摩用橘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繼續閱讀 然後找出你的作法 我正在努力 埃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12月26 聯合作戰部隊 已經被趕出哈德森吊車場 退到切爾西了 還有萊克斯邦 一群追著他們跑的 惡徒軍力 萊克斯邦 已經完全控制哈德森吊車場 周圍的一切 並蔓延到地獄廚房 暗區現在已經完全封鎖了 周圍到處可見 混凝土牆和鐵絲網 就我聽到的描述來想像 這裡就像是世界末日 混凝土牆和鐵絲網 鐵絲網還可以理解 混凝土牆 有辦法這麼快的時間內 就把它搭起來了 我已經好幾個禮拜 沒到第五時間一倍了 因為我必須躲在 紅十字會的貨車裡 才能偷偷流出 唯一一件 能讓我有動力去做的事情 是找到默契 如果他躲在哈銀區 那我運氣就真的太好了 愛博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不在哈銀區 是在暗區 這樣值得嗎? 也許我可以先忘掉這 整件事 從過渡時期開始已經31天了 而我還活著 一面幻想著我們的 這個煉獄新事件 是如何運作的 不過我還是不知道 比爾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默契知道 這樣就夠了 那為什麼可以一口咬定默契 一定知道些什麼 是因為狀況太像了嗎? 我們回頭想想 這可一點都不好笑 尤其是親眼看到 有人死於水電膠帶的當下 你才發現自己有多冷血 看著屍體一面覺得奇怪 明明有幾百種殺人的方式 為什麼有人要浪費水電膠帶來殺人 我們到底怎麼了? 求生指南第15頁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12月5號 我沒有辦法不想念比爾 死這回事應該是在自然不過了 對吧? 住在人們城前上外的死去 也算是吧 比爾是我的至愛 但她是全世界最懂我的人 但她死了 因為有人謀殺她 如果這只是一場街頭犯罪 我還勉強可以接受 但那可是一幫打手 那些人是誰? 他們怎麼忍心留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他們欠我一個解釋 車子裡的另一個人又是誰? 她和那些拿著槍的混戰不一樣 她看起來嚇壞了 我們 自目相對時 我不禁想 她剛剛看著我 是我想太多嗎? 我覺得她認出我了 不,那不是我的想像 她那時雙眼指示我 如果一個人認出你是某個自己認識的人 那是很自然的反應 她是誰? 比爾的實驗室同事嗎? 還是她的上司? 到底是誰? 艾波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她和那些拿著槍的混蛋不一樣 對,是博士 指南書 互相連結 只要是一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都會同時依賴各自運作中的所有制度和系統 像這樣的互相連結 卻沒有過多容源的重要網狀系統 會讓整個支援城市的系統制度 蒙受極大的威脅 如果沒有電力 地下鐵就無法運作 隧道將會淹水 零動電話也會沒有訊號可用 然後食物會腐敗 醫院也只能有19世紀的 只能用19世紀的技術來開刀 不是只有紐約 我們知道其他國家也是這樣運作的 我們十分依賴那幾萬英里長的電纜 來傳輸電力 而那些電力又需要依靠其他系統產生 艾伯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物資還是陸陸續續送進來 但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河邊不斷有小型團體之間的互動事件 難道是為了要控制走私的路線嗎 請難說 依靠外部補給 曼哈頓沒有農場 而在城市裡的斬貨店 大概平均還有3天的物品存量 醫院裡面的鞋帶和氧氣瓶存量也不夠了 這座小島使用的水資源來自 幾十英里外的出水區 而且已經有數十座抽水站處理過後 通到你可以轉開的水龍頭裡 紐約市的電力需求超出了當地電廠的負荷 當地電廠使用的是天然氣 但只要天然氣的補給耗盡或被切斷 那停電也會是遲早的事 艾波用藍筆席下的文字 指向醫院裡的斜貸和氧氣瓶存量也不夠了 沒了 運輸與變動人口 在白天中 曼哈頓人口接近310萬 將近是居住人口160萬的兩倍 要是運輸網路易癱瘓 這額外150人將無處可去 而城內供應給居住人口的系統將無法負荷 如果是在小一點的城鎮中 每個人都住在你工作場所交近的地方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沒了 求生指南第18頁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12月6號 當你與鄰居的老人們聊天時 特別是那些不在美國長大的人們 他們說這很像天花 但沒人相信他們 因為自從1970年代之後 就沒有天花了 城市的各種機能都逐漸關閉 中央車載和舊油局 現在成為機管局與災難應變屬的基地 他們把主要的重心設在他的深吊車場外 他們也在假為之收容了一些人 我一點都不想去那裡 看兩萬個絕望而恐懼的病人相處 我今天要弄點主食 去商店看有什麼人們可能遺漏在那裡的東西 街頭上蔓延著恐慌的氣氛 即使我不認為現在有很多掠奪情形出現 但一直都有交集的搶購情形 我不認為曼哈頓島上還有任何1號電池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還能不能找到手搖 手電筒與收音機 不過我會知道答案的 愛撥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收音機 回頭看看 我想得路的收音機確實拯救了我的生命 指南書 個案教學 你的早餐咖啡 讓我們談談你早上的那杯咖啡 你需要什麼才能喝到一杯咖啡 咖啡豆、水、加熱的方式 還有能沖泡的容器 如果你是一般紐約人 那熱水來自你的咖啡壺 也就是那個容器 讓我們仔細分析它 紐約並不生產咖啡 即使靠近紐約以內 在3000英里內都沒有 所以你的咖啡依賴 交通運輸網 如果你在你本地的咖啡店或 載貨店購買咖啡豆 那可能是某個100磅重的大袋咖啡 來自赤島的咖啡種植區 透過貨船抵達貨港 然後咖啡被卸載到貨車 可能經過橋樑或隧道進入曼哈頓 這時咖啡才能送到它的最後目的地 在這個過程中 咖啡豆被分裝成12或15盎司的小包 以工零售 這可能是在某個倉庫中完成 可能是在皇后區或紐澤西 如果你是從比較大的商業供應商購買咖啡 無論是裝袋或研磨或罐裝 運送前會在大型工廠完成 無論如何 這咖啡出現在你廚房位置中以前 它都經過了許多加工過程 現在你有了咖啡 你也需要水 紐約是進入曼哈頓的供水 是來自兩條主要水管 簡單稱呼叫做水管1號與水管2號 從那裡流到許多主要的本地水管 然後抵達你的水龍頭 因為這城市的水庫位於卡次基爾山 距離約125英里遠 高約300英尺 重力提供了足夠的水壓 可以將水動到大約 曼哈頓六層樓的樓層 所以如果你住在六樓或以上 那就是沒水啦 艾波用鉛筆寫下的蚊子 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太陽能板在建築上供應電力 它們有熱水嗎 我能拿什麼交一個熱水澡嗎 你的水是由電動馬達抽到你的樓層 在這個過程中水杯 浮化物及其他添加物添加劑處理過 以去除潛在有害微生物 並改變酸鹼度 以避免在舊管線中 融合鉛或銅的成分 艾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浮化物提前自己 我需要刷牙 指南書 現在你有咖啡和水了 你的咖啡機可能是中國製造的 至少可以確定不會是美國製 對你和咖啡一樣 它需要經過船運、鐵路與貨車的組合 才能到達你購買它的商店 你把它從紙箱拿出來 之後 你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接上電源插頭 就是電力供應 每月市的電力 大約由95%來自城市之外 從水力發電、石油和鐵、天然氣為燃料的電廠 和能發電 與部分太陽能或風力發電 能量轉換為高壓電 並在城市中不同地點 變壓器降壓轉變 到你的接點與線路可以負荷的程度 電力也是確保整個城市 供水系統、過濾與 處理場安全的動力來源 在你製作完咖啡後 你把咖啡渣扔了 或丟進你的垃圾桶 如果你扔了它們 垃圾最終會回到路邊 然後由台垃圾車撿起來 並把它帶到拖船或吊車場 然後你的咖啡渣與其他上百段垃圾 開始它們遠程周期旅程 前往掩埋場或焚化炉 總結 你早晨的咖啡取決於交通運輸 電力、水力與垃圾處理系統 不只是跨越紐約市 更是整個地球 你就如同其他人 將這些系統視為理所當然 但思考 萬一這些系統 它們不再運作會如何 而不會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12月14日 我不需要思考 距離我上次喝咖啡已經一星期了 如果它們解除隔離 我會飛去哥斯大里 離家 然後永遠不回來 12月18下午 喝到一杯吉隆咖啡 可怕的東西 但仍舊沒好 有那麼一分鐘 我幾乎覺得重返文明 現在我夢想再次 欸...再洗吃熱水澡了 等於我怕米可多的地方 已經把我寵壞了 已經把我寵壞了 艾波用黑皮寫下的文字 電力在很多地方早就沒了 不過在伊瓦這還有 我們也不認為會持續下去 昨天12點有疫苗 他們告訴我們 留在加州會有小隊 逐戶送上門 直到翻完為止 他們已經說 有許多人不想等待 因此在災難緊急應變數的主要据點 靠近哈德森吊車場那邊 有相當大的暴動 電視台仍舊無訊號 即網路斷線 也沒有人有手機訊號 所以很難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伊瓦和我留在屋內 以避免緊急災難應變數來而去錯過 反正我也不想去其他地方 不會想要去找警察 看他們是否有關於比爾的報告 有誰打算做這事情嗎 求算之難第45頁 艾波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在我看來降低風險的唯一方法 就是不要離開你的房子 但是我沒有房子 社會隔離實際上沒有功效 因為我必須照顧伊瓦 我已經盡量保持距離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潛伏期多久 我還會生病嗎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停止擔心 指南書預防 你不可能預防一切 但你絕對能預防一件事 好我準備就被幹掉 聽起來 聽起來有些人吊詭 但大多數在城市系統災難性失靈 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狀況 前幾週或前幾個月內死去的那些人 我們 我都還來不及 準備好替他們的墓碑科製就死了 大部分不會有墓碑就是了 艾波用黑筆寫下的文字 指向 我都還沒來得及 這是什麼老像話 我告訴你我生病了 指南書 做好準備 就如我荷蘭祖先所說的 一個準備好的人能當成兩個人用 有所準備下 你能避免崩壞出氣混亂所導致的脆弱 情況 你也能避免自己或自己所在乎的人死去 以更基礎的直覺來說 如果你有水源你就能預防苦口 如果你有食物你就能預防飢餓 如果你有太空塔還有地方可以住 如果你能預防受動而死 如果你有雙氧水你就能 如果你有太空塔還有地方可住 你就能預防受動而死 如果你有雙氧水你就能預防致命感染 明白了嗎 減緩 如果你不能預防某件事發生 你至少能夠減少面對它的風險 例如針對大規模流行疾病的標準對應措施叫做社會隔離 那就是一直盡可能將人們隔絕開來以減少傳染可能性 這就是減緩的策略 這就是減緩的策略 艾伯永會比寫下的文字 那就是為什麼災難緊急應變數 要我們等待疫苗消毒 但從來沒有來過 指南書 指南書 你個人的減緩策略應該採用風險分析的方式 以成本效益思考下的行動可能有所危險 你應該闖入公寓搜尋米糧嗎 你應該去政府設立的食物供應站 艾伯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我掠奪死 我掠奪死尸 這就是我們所在的現實 默契 你還在那 看著這 看著這一切發生嗎 或者你也染病了 那裡有些關於背包的東西 喔天啊我找到了 愛伯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我們還沒有在城市遇到哪個人有疫苗的 即便是聯合作戰部隊成員也說他們沒有拿到 或許他們被要求這麼說 就像你在其他地方提到的默契 那我不認為有任何疫苗送到這裡 誰有疫苗 真的有嗎 指南書 求生指南第46頁 指南書 即使成千上萬的絕望人們在 即使有成千上萬的絕望人們在哪裡 你是 你不是該信任你遇到的人嗎 這句有點看不懂耶 愛伯用紅筆寫下的文字 不不不 愛伯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你不是該信任你遇到的人嗎 不 特別是在 我今天看到的狀況後 飢餓的人們在街上被射殺 因為他們餓了 就不是 我是說 這還是美國嗎 指南書 仔細思考這樣的選擇 你能降低風險 你也能通過規劃來降低風險 射備齊全的 極難背包 能降低不少風險 石荒 密石的風險 欠缺 急救品 而死亡的風險 降低風險 就從規劃開始 小心日防 愛伯用藍筆寫下的文字 會否信任某個人 沒辦法獨自完成 指南書 避免 你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環境中 沒有辦法避免所有的情況 但你的確能避免一些事 例如如果有顆髒蛋爆炸 你能藉由 移動到上風處避開輻射 所以髒蛋是核彈 我老不寫核彈就好了 在台風時 你能上樓以避免水患 以長期來說 你能夠透過提前預測潛在危險 情況來加以避免 學習辨識是什麼 情況 並及時採取行動 如果出現了大規模流行病 不要等到社會隔離或 簡易隔離 避免大群人潮 如果有戰爭或暴動內亂 也要盡量避開 這些措施交互影響 才能確保萬無一失 若你能長期在心 預防、減緩與避免 你就能以獨立的求生觀點 訓練自己去思考 艾波用紅冰寫下的文字 不是聯合作戰部隊 不是軍隊或國民兵 而是不同的組成 是國土戰略局 默契,你試圖告訴我什麼 艾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這樣一視尋問這部分 他常看著牆壁要求我談些別的事 彷彿在警告我有人在偷聽一樣 國土戰略局裡有網路高手 愛波用鉛筆寫下的文字 警告我有人在偷聽 國土戰略局裡有網路高手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 獲得支持影片的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